欢迎大家回到澳门电台EP127 我们今集来讨论一下香港第一个AV旅优 来讨论一下如果你的另一半是做过AV旅优 或者是现役的AV旅优 你能否认信呢? 我们先来讨论一下 我怕有些观众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事 虽然应该没有什么观众不知道这件事 因为以前日本AV大家都知道 但以前曾经有出过一些香港人拍AV 但后来看完之后是假的 吹嘴 只有一两句广东话 还不正的 分明是假的 这次真的是本土香港人去拍AV旅优 这个女孩原名叫素海琳 去到日本有个 改了艺名叫做盔麗奈 立即更多幻想空间 他就是土生土长的一个香港人 他之前也有上过ViuTV的节目 分享一些性经验 言论也很大胆 又会卖一下性感想之类 还要访问他 我是一个真心喜欢做外的人 如果你真心喜欢做这件事 你就会将他变成事业 很大机会都会成功 当我定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连做梦都梦到自己做了AV旅优 他一直很努力很努力去写履历 然后在辰转之下 终于去到日本自战 后来好像没有回音 听他说 然后去搭了其他空路 台湾的公司 台湾那边去找到一些空路 最终就终于成功可以拍到这一步 然后叫做什么 江中耀祖算不算 也算的 是阳明立晚 是吧 有没有看过预告 有啊 有啊 我看过预告是真的讲广东话 是的 他的风传的程度 好像之前 《鸡扒妹》 出了一个写真集 就会收到有很多朋友 传给你的写真集的PDF 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也不是很多人传预告 是很多人传预告的新闻 然后找不到新闻 我看到有个新闻说 他那条附近是否有官网可以看 然后说官网多人看到 倒了伺服器 超夸张的 从事有30多万 还有我看到国家级任务 即是无忌电视 东方星有访问 第二天 我早上看到的观看 只有1万观看 到现在已经成为 YouTube热门 80万 不知道现在是否去到90万 应该是超多人讨论 是 真的超多人讨论 这一个 不过真的 怎么说 小时候开始就知道 日本AV这件事 大家都是一个 凡凡要野兰人症的时候 有需要的时候 第一首选就是这件事 当然现在多了很多选择 以前通常都是这件事 但想都没想过 说广东话的人竟然 用回那种手法 但所说的东西就变成了广东话 那些热门热门就变成了广东话 我们又不呈现给大家 很快就上网 可以找到 因为他说 4月就有这条片发布 上网可以评金 是吗 但就算他还未评金 有这条片也好 我看到那个trailer 都觉得很震撼 不是开玩笑 所谓的震撼是 这个事件很震撼 这个广东话的母语 之前我和朋友们聊天 他说大陆很仇日 他说如果真的有一个大陆人 这么轰动 这么铺天改地 宣传自己去日本 那些人虽然会骂他 出卖祖国 但我相信他下一次 那些人就会说 汪中耀祖 为祖国复仇 杀尽日本千亿男子的精 不是 但如果有一些 我以前上网看过 有些人说 如果去日本做男優 然后就江中耀祖 说什么修复日本妹 这个不是我说的 不是我性别歧视 有些人是这样说的 有些人还说 修复美国俄国 俄罗斯日本 我们为了以前八国联军 复仇 应该说中国的男性很难去到 因为女儿也是有卖点 也会有人为女儿去看那部影片 但儿子也有点难 儿子不是卖样子 通常都没有样子 可能要有些特别的技能 才推出自己 是的 真的是那些梁家辉 我左手的战斗力是五千 右手的战斗力是一百 那些 你怎样证明 我怎样证明 证明到我看 是的 还有我看《东方星》那条片 它说香港就不会搞借票场 因为我觉得这些都不适合 在戏院播一百百人看 戏院播 哦 但其实我平时看AV都会飞 其实应该没有人不飞 飞剧情也会 过几两个小时 但是你在戏院看 大家正心欣赏那些 很难一起看 是的 还有你会不会一路看一路听到 有些其他声音 不是那么好 其他声音 还要看完 如果真的有借票场 然后素凯琳和盔麗奈出来 然后换又握手 那些手要先洗手 不过我觉得搞见面会是可以的 对 真的搞见面会 日本也很流行 只要买AV 买了多少钱就可以握手 不是 就拿着它那个饼带 然后过去拿它给它签名 握手 都挺正的 我们很少有得体验这件事 我们只有一个情况 我自己知道 就是有时会搞成人展 之前澳门游 有成人博览展 在威尼斯人威忌 是不是威忌 威忌 威忌 是威忌 然后会搞成人博览展 然后会聘请一些AV旅游 过来 还有一些现场互动 那些 我们才有机会真的看到一个旅游 然后有一些很成人的环节 让你互动一下 但是日本也是很多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喜欢哪个旅游 然后他们就会搞 然后我们就去 然后香港它搞 我觉得应该有出头 它是第一个 确实有人很想体验一下这些东西 这是以往只有日本才有的文化 香港终于卷土 我们从来卷土第一波 但是我们以前 你记得 我们以前去威尼斯人看成人博览展 我还记得 有一个环节 有一个女幽 上台和大家互动 然后第一部分 就是抽签 抽中台下的男生 就是 他 你 我记得了 他的环节是这样的 那个女幽就会在你面前选棍子堂 选完之后 让你选棍子堂 就是他用他的舌头的功力 在你近距离的征服 近看应该都很震撼 不是开玩笑 很震撼 就是这个 你幻想一下 有点像在看VR 但是更加立体 真人在你面前做这件事 是的 然后他还有一刻 我记得 那时候他要飞的那些纪念品出来 他一个人都飞了超级无力高 呆了 就是那个威尼斯人 天花板有多高 他又飞了多高 那天我们向上看 哇 是不是飞了这么高 他下台的时候 要回到车里 经过那时 他轻轻挤到他的手 就是他的手指 轻轻挤到他的手指 超开心 那天一定没有洗手 没有 直接用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看回他说3月31日上架 日本的网络平台上架 可以看到 应该第一部 就像那些经典的AV 第一次出场的女優 就会先介绍一下自己 但是他今次就是用 这个纯正流利的广东话 来介绍自己 没错 还有我觉得也挺好看 身材 ok的 这些做得有些行的 就是我看到有些人 就说他本身是很想做明星的 所以呢 就一直发展都不太好 就去了做这个AV旅游 那我觉得他想做明星 有想到这些方法去做的话 他算很勤力的人 不是说笑 就是有样有身材 是啊 还有我看他访问 他之后除了拍AV之外 他其他电影那些都想去尝试 我觉得现在这个世代 没有说你拍过三级片 我以后不看电影 没有这些东西了 我觉得他拍过三级片 我一样支持 最重要是他好戏而已 最重要是他好戏而已 他的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他好戏的 我一样会召唤的 这些东西 但好不好戏 我不知道 可能要3月31日看一看 你记得有一条链给我 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 有很多AV 除了做的那一部分 之前那些剧情 如果做得好 是很带你入戏的 虽然是飞着看 但也会看到前面的剧情 令你对这部作品有幻想 每部作品都会有些情节 最经典就是Locker床 Locker床 你会说一下Locker床 我怕观众不知道 Locker床 应该知道 Locker床就是说 有个阿妹的男朋友 来到你家里 他家里有姐姐 他们吃完饭 阿妹和姐姐就睡觉 一人睡一张床 那是上下的Locker床 下面又睡阿妹 上面又睡家姐 或者不知怎样 那你就搞阿妹 搞了阿妹 搞了姐姐 就是这样 不过说到这些之后 我问你 K 如果你让你拍拖 知道你另一半是AV的女優 你会怎样 或者是无端端 你自己上网 看到她的作品 说好虽然难一点 我当我和姐妹拍拖 之后发现她有拍过AV 是不是这样 是啊 让我想一下 如果突然间 你是在想什么 你是在想她的AV 还是在想 我应该很震惊 很震惊 你立即问她 这个是这么似你的 我问我女朋友 为什么这么似你的 这个是不是你 她说是的话 就 什么时候拍的 是的 我想知道什么时候拍的 因为如果是最近拍 可能大家要 分手 要干净一点 对不对 哈哈哈哈 最重要是安全 对不对 不过好像听说 日本拍这些 大家都会验好身 日本拍这些 已经是那些 很成熟的行业 国家经济之处之一 在下场之前 大家做了body check 好像是这样的 很安全的 但是如果突然间知道 好像算不算大陆母 好像不算 工作 上班 就是比起大陆母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陆母 工作性陆母 工作性陆母 即是她一上班 我就戴着帽子 接着她下班 就脱回帽子 那算不算脱得快 脱得快 那你能接受到吗 那我呢 你的款式好像没有接受到 我 可能 我问一下她 如果你都跟其他人 我会不会也跟其他人 哈哈哈哈 大家扯平吧 不 女朋友好像 我觉得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老婆好像 老婆真的不行 不是开玩笑 老婆好像 除非她很多年前的事 行吗 可能不行 因为始终时间很近 昨天才跟其他人做完 今天又很难下手 你明白吗 即是有个这样的 即是你觉得她很骯髒 又不是骯髒的 我不觉得她骯髒的 我觉得其他 我不想碰到其他男人的事情 即是其他男人经过 雖然她有洗澡 但是画面上有幻想到 她昨天才跟其他男人摸过来 有点不行 那你呢 你觉得怎样呢 如果是你的话 我什么 你如果 发现你女朋友拍过AV 像你所说 都是看一看 她的影片不是昨天的 我看了一条片 这条片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 如果有点久 我假设半年 我想我也可以接受到 只要她现在不是在做这件事 就可以了 她现在不是 她曾经做过 那都可以的 即是假设那个情况 我和她拍拖一段时间 然后有一天我看到她的影片 然后她跟我说 其实她做了 她是之前有做过的 她现在没有 那我觉得天下谁没有过去呢 那譬如好像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新闻 关于AV界 就是三上 三上油亚 忍退 忍退 好像她这样的情况 她忍退了 先来和你拍拖 可以吗 如果我交到三上就正好 不是开玩笑 如果你交到三上 她不忍退 可以吗 那又不是那么好 她现在有多好 都是要占为己有 对吧 私有化才是最重要的 对吧 就是现在不是买股票 不是每个都要推高她 这些是 就是 每个都想得到 只有我得到 那我才轻香 就觉得是 光中耀祖 但你不要说 交到三上也挺厉害的 就是有一种 实际上就对着她 对着她 大大过后 就不得了可以拥有她 想起都开心 然后再说回这个 企丽内 她好像说 还未跟家人说 怎样 好像都未必会说 但我觉得她家人已经知道 一定不知 这样出名 现在刚刚才没有记录片 差不多到93万观点 应该很快突破了100万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去做AV男友 你会不会跟你妈妈说 我应该 我觉得 我是可以跟我老爸说的 你明白吗 即是男人 老爸 我刚中耀做 我是做AV男友 但我跟妈妈 应该有点难开口 我觉得不要说男友 我平时转工 都没有跟我妈妈说 我妈只知道 顾定9点钟出门口 7点钟回家 她令我做什么工作 都不知道 不是 这个转工是另一个感觉 关于性方面的事情 始终男女有别 很难跟妈妈说 关于性相关的事情 说不到 老爸我是说到的 真的 怎样跟他说 妈妈我去做 我最近去日本多些 为什么 我说去做 去放下一些东西 去做男友 即是说不出 不是说笑 回来 你将来生了个女儿 她跟你说 老爸 我成为了澳门第一个AV女友 你会怎样 很复杂 很复杂 那个复杂的程度 你看看 这么辛苦 生个女儿 抽大她 去日本给别人 这不是粗口 只是一个动作 但也是一个职业 是一个职业 如果你说我女儿 小时候的志愿 就写给我 我知道她大大 会做一件事 不奇怪的 很难小时候知道 不知道 但现在 突然间有一天 跟我说 她去了日本 已经做完了 拍完了 那我就 真的有点难接受 但我应该说 我不是说我接受不了 只是我需要时间去接受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 如果她已经拍了 那我也没办法 我还是要照爱她 不会有什么 搞到我没有面子 我又不会有这些事情 但如果她还没拍 那会不会搞到你很有面子 搞到我很有面子 即是你和其他人去喝茶 吃饭 那我应该又不会特别说 K你的女儿 我也有看这条片 做得很好 K 真棒 你女儿 真棒 我也不知道怎么复你 真的 不要说 你喝吧 如果这样的话 真的 我只能够笑着离开 笑着离开 可以吗 不过 不过 你讲到这个 就等于 刚才说的话题 就是 如果你老婆 也做过AV女優 你的朋友就会过来 我看过 你老婆也可以 很难受 这个 杀人犯 不是有个小孩 有个经典台词 我很想念你老婆 我记得那张图 那张图 是 真棒 但顾问论 怎样也好 这件事真的很爆 类似全城热话 我们四月份 也会回来 再说这件事 好吗 如果我们有 可以买到一张碟 看到我们再 看看有没有做个影评 好吗 我们夹钱买好吗 都可以 好了 不知道多少钱一只呢 不知道 真是 真的没意思 我多年看AV好像都没买过 好像买过一只 不是 人家送过一只给我 人家去日本送给我们 人家在日本买手信 谁知道 买到回来 这个年代 已经没有光碟机了 对 我不知怎么开 DVD碟 DVD机没有了 电脑也没有光碟机了 真是搞笑 不过就是这样 我们今集就讲到这里 喜欢听 请订阅我们 还有订阅我们 暗号钟就有新片 先通知你 Apple Podcast 10 记得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记得给like是很重要的 对 谢谢 谢谢 拜拜